全民加点29年,中国甲状腺癌人数不断增加 点言要不要继续吃 56岁的吴女士平时很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 也有着按时体检的好习惯 前段时间在体检时 她发现自己的脖子附近出现了肿块 虽然自己用手摸不出来 但是肿块却是真实存在的 为了进一步的确诊 吴女士又到医院进行了一次系统检查 医生为吴女士进行面诊之后 建议她进行了B超检查 B超结果显示 吴女士很有可能是患上了甲状腺结结 虽然这一结结是否存在癌变的可能性 还需要继续观察 但是吴女士还是表示非常的担忧 医生耐心告诉吴女士 甲状腺癌的治愈率非常的高 即便恶化也有很高的治愈率 吴女士放心了不少 但同时还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自己平时明明习惯性使用加点盐 还是会患上甲状腺问题呢 一 柳叶刀子刊 全球范围内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不断增高 全民补点没用吗 目前甲状腺癌已经是内分泌系统发病率最高的一种癌症之一 其实以全球范围来看 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也在不断的提高 甲状腺系统的疾病率升高 不由得让很多人开始怀疑 我们平时食用加点盐 是否真的对甲状腺疾病存在一定的预防效果 针对这一问题 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杂志 发表了一项数据研究 他们对2020年18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了整合 还分析了甲状腺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整体情况 并且对甲状腺癌发病率越来越高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分析 通过严谨的数据分析 研究人员发现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甲状腺癌发病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女性的甲状腺癌发病率波动很大 甚至在部分地区出现了近15倍的差异化 但好在甲状腺癌虽然发病率高 但是死亡率却一直很低 各个国家的甲状腺癌死亡率基本保持持平 这原本是一个还算不错的研究结果 但是研究人员对于数据进行整合分析时却发现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甲状腺癌 临床数据似乎在明确的提示 临床上对于甲状腺癌的诊断可能存在过度诊断的问题 比较明显的就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 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反而更高 但是死亡率却普遍偏低 多种数据都在证明 甲状腺癌可能在部分国家确实存在过度诊断的情况 这意味着部分的甲状腺癌患者 即使没有通过检测手段被发现 即使没有接受系统治疗 有可能完全会不出现严重症状 也不会危及生命 临床上的过度诊断 让大量潜伏的无症状甲状腺癌患者被检查出来 这部分患者在偶然情况下 因为其他疾病影响的检测 而被确诊 但其实有的患者进行的很多治疗 属于无益的过度治疗 而关于很多人认为 加点炎对于甲状腺疾病没有任何好处的观点 其实也是略有偏颇的 目前甲状腺癌的真正发病原因并不算十分明确 高危风险主要是儿童时期受到大剂量辐射 因此从安全角度出发 儿童应该尽可能少地做放射性的检查 除了这一点以外 点元素的过多或者过少摄入 也是甲状腺癌的发病原因之一 所以从安全角度考虑 普通人可以适当使用加点炎 二 食用炎加点没有用 点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素 食炎加点是最佳的补点方式 点 作为人体所必须的营养元素之一 想要通过食补来进行补充几乎是很难的 因此食用加点炎 以此来防止甲状腺肥大等疾病 减少人体因缺点而带来的危害 一 缺点危害可不小 人体内缺乏点元素会严重地危害人体健康 而当人体出现严重缺点的现象时 会出现以下的体重问题 其一 儿童缺点可能会损伤儿童的大脑神经发育 让孩子出现不同程度的治理缺陷 还会导致孩子学习能力低下 其二 假装现种也是缺点之后的最典型疾病之一 这种疾病也被称为大脖子病 而除此以外 成年人的劳动力下降 儿童生长发育受到影响 都有可能是缺点造成的 除了以上的这些问题以外 来自以色列的研究人员在营养素杂志上 曾经发表过一篇研究认为 孕期孕妇缺点 可能会增加新生儿体型过大的风险 此前就已经有研究证明 体型较大的新生儿患有高血糖 出生性创伤等疾病的风险更高 他们的出生时的死亡率 也会较其他孩童更高 同时 胎儿体型过大 还会增加母亲产后大出血的风险 而研究人员通过此次的研究发现 除了母亲血液当中的高血糖水平以外 体内的点元素平衡 也是胎儿生长发育当中重要因素之一 轻度缺点及中度缺点的地区 新生儿体型过大的风险 会有明显身高 研究人员认为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点对于甲状腺中的甲状腺素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旦缺乏这种激素 可能会导致胰岛素抵抗 从而增加胎儿在子宫内生长过快的风险 二 科学补点 食用盐加点很重要 按照我们目前的饮食情况来说 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盐使用量 就已经基本可以满足身体的点需要了 如果额外需要补充点元素 可以吃一些海产品 尤其是海带 紫菜这一类的食物 更是点含量十分的丰富 但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我们平时吃的碳水化合物过多 主食摄入过多 蛋白质食物摄入过少 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点元素吸收障碍 按照目前的食品调查结果来看 我国的加点盐浓度不会造成居民点过量 同时也能满足居民对于点的需求 而且目前国内的点盐覆盖率 已经基本达到95%以上 对于甲状腺疾病有着一定的预防作用 虽然说点盐补充过量很有可能会导致甲状腺疾病的发生 但是普通人如果直接停止食用点盐 人体内储存的点元素最多能够维持三个月 长期不使用点盐来补点 还没等点补充过量 可能已经因为缺点而导致身体出现问题了 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用点盐来补点的同时 我们依然需要注意盐的总体收入量 根据中国的膳食指南建议来看 成年人每天摄入的食盐量不要超过5克 如果想要确保加点盐的摄入 那就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减少隐形盐的摄入 例如豆瓣酱、蚝油等调味剂和食品添加剂 平时都要少吃 三、柳叶刀子刊研究 不粘锅、化妆品中的Fast成分 或大幅度增加甲状腺癌风险 去年的10月份来自美国新南山的研究人员 在柳叶刀侄子刊物发表了一篇论文 他们表示 不粘锅和化妆品当中含有的某种化学物质Fast 可能会增加甲状腺癌发病风险 它的浓度每增加一个四分位数 甲状腺癌的发病风险就有可能增加56% Fast是全服丸基和多服丸基物质 属于永久化学物品 因此经常被用于化妆品不粘锅的制造当中 而在此前的很多研究当中都证实 它的存在可能会给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危险 高浓度的情况下 甚至可能会对人体的肝脏和免疫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基于这样的前提研究人员又进行了数据分析 研究人员对于西奈山医坎医学院的医疗系统收集了88名甲状腺癌症患者和88名非甲状腺癌症患者的数据 并且分析了他们血浆当中的Fast水平 最后通过叶象色谱发现 该化学物质的存在与甲状腺癌的发病风险息息相关 即使在调整相关参数之后 两者的关联性也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研究人员表示 该研究结果已经证实了Fast会对身体造成健康危害 虽然在生活当中不能完全避免它的存在 但平时还是要保持警惕选择质量合格的产品